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明天十一点到下午四点钟之间是日式 然后我们学院要求大家念七句祈祷文 希望大家也认真念诵 明天十一点到下午四点钟 还有什么 没有啊 真的没有吗 真的还假的 下面讲到不退转向 不退转向 前面有加行道的不退转向 然后今天讲见道的不退转向 后面还要讲修道的不退转向 我们经常在佛经当中看到 甚至不退转 也有不退转的一些名称的经典 这次学了相关转来以后 大家应该会知道 那些是真正的不退转向 具有这些向的菩萨 他不会退转到轮回当中 以依靠业烦恼来退转到轮回当中 遭受痛苦 不会这样的 所以这种不退转向 他在加行道的时候 或者见道的时候会得到 那么这个不退转向 见道不退转向分为 略所 广所 相知分类 还有舍义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略所自信 见道众人之十六刹那心 当知此即时菩萨不退向 此即时 法尊法思义的 有时候也可以这样 是吧 意思就是说 菩萨在加行道时候的不退转向 前面已经讲了 共有二十种 然后在这里 见道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见道的时候如理如实地照见 一切万法的本性 那么这个时候 有任何知的刹那 因为见道四地的形象 和见道四地的本性不同 它有八种任何八种知 对于欲界和上界的 不同的智慧 总共有八人和八知 那么它的刹那的差别不同 入定的时候 因为通达了四地的这样的本体 在出定的时候 它有十六种相 十六种相 是我们下面会继续讲的 他在菩萨在行诸作恶 和平时行为过程当中 因为他入定的时候 已经见到了四地的这些道理之后 入定的时候没有执着 这样之后 那出定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十六种相 其实十六种相 它是我们在英明的 三相推理当中应该是能力 也就是说 我们要想知道 某某某某菩萨是不退转 某某菩萨是我们这里的优法 然后是不退转 在他的身上 要建立一个不退转的功德 我们用什么理由来 给他进行推理呢 下面的十六种相 十六种相 当然不一定是每一个人 具足十六种 或者其中一个相 我看好像不能退理 基本上可能十六个当中的 大多数来证实 这个某某菩萨是不退转的 因为他具足这些相 下面我们可以 所以要语证明的是什么呢 见到位的这些所有菩萨 而所理的法是什么呢 就是不退转 也就是用不退转的相来推理 这位僧者是不退转者 因此不退转 实际上它下面也会讲的 它是不退转 它是过方面的 当然不退转的相 主要是出现在身体和语言 在外向方面的一些行为 但是这些外向的因 乃是什么呢 就是入定的智慧 所以一般来说 入定的智慧没办法推转 但是因为入定的智慧 跟出定的行为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它具有外在这样的相 它可以推转 它已经见到了法界 并且能如理如实 如定于四地的 八人八智的境界当中 所以它的推转方式 本来是我们见到位的菩萨 一般来讲很难退治 因为外向恐怕也是跟我们 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 人一模一样 这样外向来很难退理 但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 自己也可以退转 哦 我这上面所有的相都具足了 应该我现在已经获得了 不退转相 可以这样的 或者说在外人的身上 因为入定的智慧 就像空中的了解一样 很难退断 但是它跟我们后代的功德 有密切关系的原因 就是在相关的般若经典当中 有这样的一种退理的道理 所以说这是略说 略说 下面讲广说相的分裂 所有见到的菩萨 所有这个见到的菩萨 不退转相 好 大声喧哗的话 说明它具有什么相 下面讲到第一个是 因为下面我们有共十六个相 十六个相的话 苦地 极地 灭地 道地 对四地都有四种不同的相 那么这样的话 首先它见到苦地的时候 有四种不退转相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前出四等相 心见腿消成 用金金律等所有诸之分 它这里 总共有四个不退转相 因为见到菩萨 我刚才也讲了 他当获得了见到位的时候 实际上如理如舍地召见了苦地的 欲界和舍界的一切的相 然后当他得到这样的相 出定位的时候 在这个菩萨的行为当中会出现 下面我们所讲到的 不同的四种不退转相 这四种不退转相 首先第一个是 遣除舍等相 因为它已经如理如实地通达了 一切万法的真实意义 所以从舍法 舍受相性也好 或者舍身相威也好 那么从舍法到乃至一切之间的 一切万法的执著的相 都已经予以遣除了 因为已经远离四边八息的 这样的道理完全明白的时候 根本不是我们像人一样 对舍特别迷恋 然后对声音特别特别地去执著 我们现在世间人听一个音乐 就特别 好像野兽听琵琶声一样 一直迷恋在当中 有很多人 不过现在人的 我的这种感觉 可能每个年代都不同 现代人的这些各种音乐 我们都听都听不来 特别浮躁的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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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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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么声音 但是我看那些年轻人 9080后的这些人 他们也包括有些特别小的这些人 他们可能前世 这些舞蹈者的化身 他们也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时候 都是开始跳 这样很多孩子也有这样的善根和习气 所以对舍法也好 对声音也好 对很多方面 世间人一定会有执著 对财物也好 人也好 但是通过这样的 不退转菩萨 他对舍法的乃至万法的 的确也是没有什么执著的 包括我们世间当中 比如说对车也好 对人也好 对财物 特别特别执著 包括他丢了一个东西 特别伤心 睡不着 或者说是个别人 世间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 各种各样的世法 特别去执著的 简单位的菩萨他知道 一切的因缘和合 实际上在声音当中来讲 了不可得 四手当中也是如梦如幻 一旦因缘具足的时候 他可以现前的 一旦因缘灭尽的时候 再也没办法复活 你再伤心也没有用 所以根本上遣除了 这些执著和痛苦的想 这就是对遣除色法的色等想 这是第一个不退转想 第二个不退转想 《心见》 颂词当中 也就是说 这种菩萨实际上 他具有智慧和菩提心 诸佛菩萨一直 时时刻刻对他进行加倍加持 同时他自己也是从根本上 完全通达菩提心的功德和利益 永远也不会退转 他的利益无量无边 一切有情的饶益心 菩提心非常坚固的 不像我们现在世间人一样的 现在很多世间人 两三年还算是可以的 就特别特别精进 然后过一段时间好像照模一样 突然所有的心态 行为全部都变了 所以很多人的发心 的确也是不可靠的 自己也很担心 噢 我今天算是 我相续当中有信心 有智慧 有菩提心 我也想真正饶益众生 但是过一段时间会不会稳固 会不会能坚持下去 遇到一点点外境的时候会不会动摇 谁也很难以确定的 所以一般凡夫人很难以 稳固的菩提心 当然得地的伊地菩萨的话 他的菩提心永远也是不会有瞬间的 不会有退转的 非常坚固 从这方面可以退出来 第三个他这里讲到退小乘心 因为他对世间的一切法 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包括世间的名为利养等等 没有什么利益的 完全明白了 同时小乘所希求的作物解脱 或者自私自利的这些心 都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 而且他完全了达了大乘的 显空无二究竟的甚深意义 这样之后从小乘 或者从世间和外道的 所有的这些坚修行过当中 完全都可以退出来 也就是说 他再也不会进入这样一种自私的心 或者是世间的心 绝不会的 他可能世间人 今天还是要想利益众生 我有菩提心 我有大乘的空性见解 可是我遇到一些特殊的环境 或者特殊的朋友 恶友的时候 我很有可能 啊 既然这样 我不学了 我听说有些人 可能我今天就很想学 过两天还要诽谤佛法 还烧坏经书 带他佛像等等 过一段时间又开始后悔 又要见起来 也开始顶礼 膜拜 也有这样的 就像疯狂者一样 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可笑 也有这样的 世间人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四百论说 我们世间当中的人都可以称为疯狂者呢 原因也是这样的 而这种菩萨不会退转的 从小乘当中完全退出了 不会有小乘之心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用尽净律等所有诸之分 第一地菩萨他完全掌握了 或者获得了 能辨别法和法心的观察的智慧 他有这样的智慧 有了这样的智慧 永远灭尽了净律 他这里用尽净律 这个灯子里面 包括了净律 净律有第一净律 第二净律 第三净律 第四净律 也就是说第一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然后灯子里面包括了 还有四五色戒 四五色戒 还有灭净律 灭净律 灭净律 这些都是心经下来的 一些禅禅方面的一些境界 但是因为他有了智慧 他永远不会堕入 我们四禅和四五色戒的 也就是说九顶 九灯车当中 九顶车当中 不会这样的 包括净律和四五色戒 以及他的所有的智慧 他所有的这些世间禅定的 我们现在外道也是经常有一些 这样那样的净律 心安住下来 这样的净律 各种外道和各种世间道当中也是有 这些智慧和这些净律 全部也是净除的 因为他有了智慧 他有了智慧的话 那我们心经下来 也是对圣观的智慧一直合在一起 所以不会堕入一个 世间极灭的禅当中 因此这上面 我们讲到四种像 实际上见到了苦地的四种智慧的时候 后代的这四种不退转向 下面是现见极地的时候 也同样有四种不退转向 身心清理心 瞧遍心咒语 常修凡尽心 清净证明 这个颂词也讲到了 现见极地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 跟商界和欲界有不同的 两种法人法智和内人类智 有四种智慧 入定的时候 有这样的四种智慧的原因 后代的时候 也有四种不同的不退转向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身心清理爱心 因为它完全通达了 一切万法真心的原因 在身口意当中 不会造恶业 这样之后 身体也极其健康 堪能 非常轻松 就轻松 而心态也具有包容 或者一些轻安 所以一般来讲 这种修行者的菩萨 他身体也不像我们个别人一样 坐三波罗 就一直穿起 穿起 又坐三波罗 连八斤的水桶也是没办法带下来 然后这样自己身体也感觉特别累 特别重 走脊部罗也是很 这就是身体的一种沉重感 我想一地菩萨应该 不管到哪里走路 非常轻松 然后这个心态也是不会有 现在世间人一样的 所谓的压力 焦虑 痛苦 还有很多的一些症痛等等 现在世间人 很多心里的疾病 就是心里的疾病 一般这些圣者 他完全懂得了 一切万法的思想的时候 他对世间各种各样的痛苦 因缘不具足的痛苦 当作一种完善一样 根本不会把它看得真实的 所以在他的心态当中 非常的轻松 有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得出来 人当然我们可能凡夫人当中 心比较宽容 这样应该很舒服的 否则对小小的一个问题 一直在流浇当中转不出来 特别的痛苦 连别人说一句都沉默了 比如说 别人稍微给你说一点过失的话 那三年四年也是忘不了 记性特别好 如果让他背诵的话 背了五百遍音师师 马上都忘完了 然后别人给他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 过了好多年以后 他还极有有限 其实这也是凡夫人的 一些不太好的 我们人的身体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细胞 有些细胞都是慢慢退化 但是有些人对执著坏事的细胞 一直不但不退化 还更新 一直是他的基因特别强 其实这不是很好的 应该来讲一些不好的事 就像《弟子鬼》里面讲的一样 不好的 报仇的这些事情 尽量赶快忘掉 有些善事 利他的这些心 报恩的 这些应该永远记住的 可是别人对你怎么样做好事都记不清楚 全部都忘了 别人对你做一个小小的坏事 也是一直耿耿于化 这也不是很好的 因此我们有时候佛教徒 我经常这样想的 我们佛教徒心态上一定要调整 心态上一定要跟其他的非佛教徒 或者其他宗教徒之间比较起来 我们心的力量应该要坚强起来 前一段时间我也说了 其实我们的心也是最坚强的 也是最弱的 也是最大的 也是最小的 也是最快的 也是最慢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看你怎么样 调整自己的心态 有时候通过佛教的修行 辩论 这样之后 我最近跟我们几个学院的一些堪伯 一起商量的过程当中 我想有些堪伯多年以来在辩论场所当中 互相辩论 这样之后好像给他怎么样说呢 就根本不会对他心里有一点点损害 或者从他的表情上不高兴 脸红 就没有什么的 跟他怎么样说他的过程 他很开心地接受 可是我们尤其是汉地的有些大学生 心特别的脆弱 年轻人 那桑文跟他说一点点 你既然这句话这样说 我要准备自杀 人与人之间 现在很多家庭不好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就一句话撑不起来 因为一句话 灵魂的人千千万万 特别多 所以说这些人 一个是没有受过佛教真实的训练 心没有受到训练的时候 他特别软弱 特别的脆弱 心如果受到一定的训练 那再大的痛苦他也可以成熟 就成熟 所以我的要求不是很高的 但是我们作为佛教徒 不要像以前个别人一样 稍微跟他说一点的 说话非常要害怕 我不能这样说 不然要说的话 他会不会 他就没办法成熟啊 他心很脆弱的 他以前得过愚异症 以过得自闭症的 好可怕 好像人与人之间 特别害怕和恐怖 这个心态非要保护 你越来越保护的话 它越来越脆弱 越来越计较 这样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应该是 更加对心态要有一种 不管是在别人任何场合当中 都自己有一种把握 别人对你说一点 或者你听到什么恶言的话 这个过一会儿 变成完全是昨天的梦一样 也没有什么的 因此我特别希望佛教徒 人与人之间很多的沟通 很难的 有些居士 我听到一些居士的言论 不要说佛教徒 连一个世间的 可能最低层的一些心态都没有 佛心特别计较 一些小小的事情整天都是正来正去 这种素质 如果佛教团体里面 这样的人太多了 对佛教不一定是个好事 因为别人一看都是 这些佛教徒都是狗心独角 内部都是这么小的事情 那真没有水平 真可怜 学佛不是个好事 很多人可能想 如果佛教学佛之后 我们的坚韧力 接受力 我们的心态更开放 更轻松 跟谁都可以很轻而易举地交谈也好 别人怎么样的场合当中 你都可以适应的话 别人都看出了 其实这些事情 我都很难以接受 不过这些佛教徒为什么是这样啊 这个都是他还没有哭 还没有伤心 这个时候别人也会反思 别人也会有一些想法 因此我觉得有些修行人 当然跟谁都不接触 光是天天看书 看书以后 因为心里面一直这样坐着 遇到一点外境 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 比世间人还脆弱的话 可能修行根本贪不上 因此希望智悲萨龙的修行人 也稍微放松一点 也不要执着吧 不管是法师也好 下面一些提问题 我看到很多世间人 有时候真的 他们的一些智慧 风都非常羡慕的 因此希望大家 每个人都 其实我们的口才也可以训练出来 心态也可以训练出来 我们的修行也可以训练出来 只不过得到的效果 当然跟自己的前世 和今生的努力有关系 不一定 每个人都一样的 但是每一个人 应该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学习的时候 都有自己的一些修化 所以每个人应该可以想象 这是什么 就是说 身心轻力 身心度轻 我特别希望很多佛教徒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很坦然地面对 不要整天都是一种 泪水来度日子 这样的话 泪水的大海是很可怕的 下面第二个说 瞧遍心咒语 这个菩萨如果他是 以在家身份的话 他也有一种善巧方便的 自己的调性方法 同时他通过一种善巧方便 一种智慧 一种智慧的话 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世间的这些妙语 色声香味都不用舍弃 直接享用 像在家身份 但是他因为具有一种 巧方便的原因 不会被烦恼染上 就像黎语当中的莲花一样 它非常沉浸 因此它虽然显得一些 包括世间当中的在家乡 但是实际上 因为它具有三巧方便的原因 就像是空缺湿度一样 不会被这些烦恼染污 因此它具有三巧方便 而行持余行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注意 有些在家人也好 有些现在藏传佛教当中的确也是有些人 虽然有种名词上 可以说是三巧方便这么做 但实际上自己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一些佛教的词来难用 自己对自己也有所损害 佛教的教理当中根本没有的 然后你自己开始乱改变 下面的这些信徒也没有头脑 没有智慧 我听说有些信徒给某个人 已经骗了十年了 然后又遇到了假佛藏师 这个那个 佛藏也是 有些现在我们也不是经常 以前讲过一些佛藏大师的功德 这样之后现在很多人也是 开始以自己一种佛藏师的名义来出现了 那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他们说我可以给你穿佛藏 就是我倒是叫你去佛藏 你也以后可以变成佛藏师 然后别人也真的认为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对佛藏也是非常的要注意 不是有个头发就成了佛藏师 不是什么其他都变成佛藏师 而且佛藏的话 藏地以前也是有很多假佛藏师 所以特别工人的 像佛藏大师内耳朗巴那样的我们都特别 我那天也不是讲的吧 前念师的出场缘起 这个短短的 希望你们自己也是好好地修行 我们遇到像连环山大师的 亲自授记的佛藏大师内耀朗巴的佛藏 我们可以 其他的虽然有很多佛藏师 但是我们也不破 也不离 如果有特殊必要和特殊缘起的时候也可以 否则现在我去年开始 也不一定是我的原因吧 但是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有时候一打广告的时候 下面的很多事情也出来了 这样之后 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佛藏 我是不敢说是非 说真的 说假的 但是你如果要想修持佛藏法 佛藏大师内耀朗巴的 个别的这些法 你就以缘起心的吧 就是这个出场法 念师的出场法 你每天念一遍 这个都算是已经足够了 其他方面 现在各地也出现一些新的这样那样 我们就变成佛藏师 很困难的 暂时不想这些 所以我们还是用 清净的行为来修持 有个别的一些这样的菩萨 他也会有相守妙业 但是不被染目的 这样都不退转 想 那么第三个讲到是什么呢 长修梵净行 也就是说他见到了一切 世间当中的各种在家的过患 这样之后发愿 或者说长期的 生生世世行持出家的梵净相 那么这个时候 出家的相的确也是 就像《贤愚经》当中讲的 《贤愚经》当中有一个妻子也是骂他 他牛也叼了 正在痛苦的时候 看见佛陀的行为非常寂静的 他就到佛陀那里去祈求出家 后来佛陀也是开许出家了 所以有些在家 佛经里面也讲了 在家就像火康里面一样 出家就像粮食当中一样 清粮的屋里面一样 也有这样的比喻 当然贪著明年在家的生活的人 他不一定认可 所以我们真正的有些 始终行持出家相 梵净相的 这也是有不退转相的 那所有的行持出家人 是不是不退转相呢 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里也有很多 很强的行持 而且这种出家 并不是形象的一个出家 完全都是非常如理如法的 短暂的人身 他对所有出家的戒律 非常严禁 受持 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可能的确 将来持戒者越来越少了 因此像汉地也好 藏地也好 真正弘扬戒律 非常的了不起 最近我们学院当中也是经常 比如说战戒论 幻满论 还有我们律义的这些法师们 他们宣讲 我也经常去了解了一下 在这样的道场当中的确也是 我们弘扬的话 应该是有一点希望的 但整个环境来讲 现在这个世间非常乱 说实在 一年不如一年 不管是在家人的团体当中 甚至出家的群体当中 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因此我们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就像佛陀在《沙漠地望经》里面 所讲的一样 哪怕一天受持清净戒律的话 这个功德也是对十方诸佛菩萨 用金银财宝来供养 多少年都是 根本没办法相比的 因此我看到很多现在的一些 城市里面的在家居士 也是经常受持 包括债戒 自己受持三规五戒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也是讲到 其实修持梵境心 也是不退传菩萨的一个相 然后第四个相 他这里讲 善清净证明 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实际上因为一地菩萨 获得了他的自在 生活上很多的自在 这样他对所有享用的自聚都远离了 我们所谓的 扎现威仪 恶意奉承 这些五种邪命 非常清净的生活 因此一般来讲一地菩萨 他所有的生活是非常清净的 这样的清净生活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是不退转向 当然说到清净生活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有些道友 有些人不管是居士也好 出家人也好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害怕 好像稍微享用信众的信财 这个时候都不敢用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能太执著 到最后的时候也不能太放松 应该不多两遍是很重要的 因为刚开始出家的时候 很多人都一定要受持清净的戒律 你时间过了大概十年 八年 二十年以后 可能自相续有一种成了老油条 这个时候也不能太放松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人供养 包括法王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 其实有些法师说 什么都是心菜 你不能摸 都要养的 你会堕地狱的 你一定要吃 所有的戒律都是要清净的 如果不清净 吃了一口都马上变成了 地狱燃烧的铁水等等 其实这也不一定 以前法王如意宝讲过 我记得也是很清楚的 像印度 比如说对僧人的这些供养 因为当时过法期的时候 很多都是有一部分是阿罗汉 不是阿罗汉的这些 也必须要有清净戒律的 就是疏持闻思的要求特别高 这样的人才可以享用的 可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所有的人也是完全变成这样 都没有的 这样施主对你怎么样供养的话 都可以的 以前法王也是这样讲过 比如说你供养僧团的话 它也并没有说 你所有的修行都是一定要清净的 一定要如理如法地 想获得圣者果有益的 如果没有这样 那你一个的也不能 当然如果从严格来讲 这样也是没有不可以的 但实际上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所有的施主们 他也并没有 自说给我要念经 尤其是我们念经前 他要求就像做生意一样的 他说给我念一百九斤 那么这个要求僧众 只要给他念了以后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有些方面 可能有些法师也经常吓唬别人 他也吓唬的话 可能不要说是清净的圣花 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吓到了 什么都不敢想 到最后的时候 刚开始吓到的人 一般他混去 醒过来的时候比较霸道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 不读两遍很重要吧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用特别害怕 到最后的时候 什么都无所谓的 那样的态度也是更可怕的 因此我们还是不读两遍的生活 这个很重要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第二个不退转向 也就是说现见极地的时候的 四种不退转向 下面是现见灭地的时候的 四种不退转向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云当逐流难 资粮即更当战施 这个也是一样的 一地菩萨他入定的时候 现见了密地的四种向 后得的时候也会出现 四种不退转向 首先四种不退转向 里面的第一个向是云当 那么意思就是说 因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空性的 他已经证悟了这样空性的时候 包括清净分当中的 云 结 除 缘起 这些法他不会特别加以地去执著 平时去执著它 或者经常去耽著它 这叫做加性 随加性的话 不但是一次的执著 还要再三地 不断地又去执著 比如说我们经常想 我要抉择云等等 云 解 除等等 一切万法 那一切万法应该是空性的 应该它是不存在的 特别特别去执著 不但是一次的执著 还要不断去执著 心里也去执著 嘴里面也是在说 其实真正作为一地菩萨 他也不会这样的 比如说没有智慧的人 他动到一点的时候 就开始口头说一点 比如说我们刚刚学到一点 中观的时候 然后到处都看到烧地的人 路上十字路口烧地的人的时候 给他也是开始讲一下 中观四边八夕的道理 所以到处都去说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不可能看得出来 一般特别夸夸其他人 现在以前在《水母格言》里面也是说的吧 小小的河流 花花的香 大海永远不会有大声的香 所以有智慧的人都是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一般有智慧的这些菩萨 观约云空行 怨气空行 这方面也并不是 天天都是贪着 天天都是想着 因为他已经证悟了 也不会这样一直挂在口边 不会挂在嘴边 不会这样说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颂词当中讲的诸瘤蓝吧 应该说是 因为在《般若经》当中 他用盗者的一些语言 比如说盗者的话 盗者实际上偷盗一些财物 他到底偷了没有 用我们这个 它到底偷还是没有偷 有这样的说法吧 这个因应 实际映生出来的时候 我们证悟云当界的 空行的违品是什么呢 当然是烦恼障和所知障 这些障碍 一般他也不会经常去加行 执着它 或者随加行 不断地后面 啊 见到的障碍是烦恼障 烦恼障 实际上有无名障 戒障 有怀疑障 看到路人的时候也是说 经常也是想 你如果经常也是想 经常也是说的话 本来它是一个善法 是好事 从我们一个初学界来讲 他不是天天谈论 贪嗔痴的事情 而且讲的是一地菩萨的道长 也就是说 见到的 违品的这些道长 他经常说的话 应该是个好事 按其他人来讲应该是个好事 他也并没有讲 天天其他的一些非法方面的 可是真正一地菩萨 他具有不退转向的这些人 他对这些非平方面 也并不是一直说着他 也并不是一直执着他 这个加行和随加行 它加行和随加行里面 有这个不断地 叫随加行吧 不断地说 到处都是说 我们其实刚刚学一些中观 和学一些隐秘的道友 确实也是有这样的 哪怕是背一个教证的话 很想 路上看到一头牦牛的时候 牦牛耳边也是引用这个教证 给他开始辩论一下 这也是刚开始 但是如果是一地菩萨来的话 就不会他跟说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 社会高层次的一些老师 高层次的一些教授 这些他好像对这个专业 根本不懂一样 他不会说的 有必要的时候 他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会说出来 没有必要的时候 他不会说的 稍微懂一点点 他没有究竟的时候 啊 我是学专业的 我是学医学专业的 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 我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 他就一句话里面 所有的自己都要全部介绍完 这也是真正的这些智者 他不用 当然作为一些菩萨有必要的时候 有特殊开许的 比如说 他如果说一句 这样的语言 摧毁对方的傲慢 或者对方通过这种语言 能引游这样的心态 一般佛菩萨的任何的 包括自我的一些傲慢相 或者这些也是允许的 没有这样的话一般没有必要 一般具有这种菩萨相等 他不会这样说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资粮 资粮 也就是说 因为他已经完全了知了 所有的这些清净法 全部都是清净的 所以在佛经当中 经常用军师的语言 我们经常讲 军师摧毁什么什么 他去打掌什么 那同样的 我们这个资粮摧毁了没有 比如说我福德资粮 智慧资粮 福德资粮生起一刹那的嗔恨心 多少劫的福德资粮被摧毁 被失败 被打败 经常这样讲 所以一般我们没有得地的 没有不退转向的这些 经常也是谈论 我修了什么什么资粮 这个资粮遇到了什么违品 摧毁没有 或者现在资粮越来越增上 这个月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大家随喜 我们经常互相都是 我也在说 你也在说 其实这个也是有必要 让大家真正产生一些善根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 但一般没有必要的一种悬崖 或者一种夸大气势 这些都是不退转的向 而且是退转的向 所以在这里说到 他是用军事的语言 也就是说 他不会特别地去加行 或者是随加行来执着菩提因的资粮 多少的善根 没有特殊必要的话 一般的一些真正的大菩萨 他一刹那经当中 成熟解脱无量的众生 他根本不会跟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会宣扬 会宣说 这样的话 我们平时在自己在修持善法 和修持功德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时候经常说 经常给别人讲的 哪怕现在不是有一些大话 有一些假话 现在相关政府也在说 说空话 说大话 说假话 这些都是眼里直指 从文字上也好 应该要切合实际的 要直接了当地说 有些法师也好 有些佛教徒 经常给别人讲的时候 本来人有二十个人 然后我们说是二千万人 这样确实也没有必要 我们说什么 应该很直接的 这也是有必要的 否则佛教徒自身的一些语言和 自身的一些行为非常空洞 而且全都是外面各种的包装 这不实际的 而且我们从小都这样学会 跟我们后代的佛教徒 和传承弟子们 也会变成这样的 所以大家应该不退转向当中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这是第三个不退转向 第四个不退转向 他这里讲 跟当 战士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也就是说 他也不会取执着 刚才随行和执着 我们这个耕的对境 还有耕的所依 以及包括我和我所知 这些 他在佛教当中 经常用战士 战争来比喻 战争来比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二次世界大战 一次世界大战 所有的这些战争 都双方进行交战 同样的 这个比喻说明我们的跟和跟的对境 也就是说 我和我所 这些都是通过一种 依靠营养而产生的 但是获得了 不退转向的这些菩萨的话 他根本不会说 比如说 他这里有军事的语言 还有战争的语言 隐身意义是这样的 但是他这里不会 我们刚才前面所讲到的 这些意义 跟和跟进 也就是说 违缘和他的顺缘 或者是智慧和空性 这两个我们真正获得了 这种得地菩萨的人 他不会一直口口声声 也不会说 这是我对着的什么什么 所对着的什么什么 或者说 这些不会说的 当然在佛经当中 他有城区和城市 还有都市 还有国王和大乘 有五种比喻来分别跟 跟和跟的所依 跟进 还有我和我所知 为什么这样呢 比如说他这里 跟和城区互相对异 因为城区当中 依靠很多人 而且所有的一切 都依靠跟来现前 这是这个原因 然后城市和这里跟的所依 两个也有对应 这个原因的话 其实跟是依靠跟的所依 都市也是依靠城区来建立的 他之间也有这个关系 还有我们的 比如说跟进 跟的对境和应该是都市吧 这两个也有对应的 这个对应的原因 其实都市里面人们都是 来来去去 趋入的作用 而跟和跟的进之间 也有趋入对境 诸如此类的这些 都有一些佛经当中有这样的比喻 这个比喻为什么这样 《般若经》里讲呢 其实《般若经》里面要讲这些比喻 说明获得了第一地菩萨的 尤其是完全通达一切万法灭地的 这些见到菩萨 他又获得了这些相 意思就是说 他口头上 我们总而言之 上面的四种相归来出来 口头上也不会讲空心 智慧 这些讲得不会很多的 然后心里面也不会去执着很多的 这个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执着的很多 说的很多 我们平时都是说的很多 也是个很好的 但实际上 比如说用金子的金锤和铁锤 这两个如果打打你的头 都会出血的 所以虽然一个执着是好的 一个执着是不好的 我天天执着一些很下等的东西 它也是一种束缚 也执着一个很上等的 关于空心 智慧的话 这也是对于见地菩萨来讲 也是一种退转向 这不合理的 因此他不谈这些非常的稳重 这也是一种不退转向 下面讲第四类 现在吝啬 前舍等 加行即随行 破碧所以处 不得乘虚法 安住善地中 与自他确定 为法舍舍命 这里也有四种向 这个也是入定 见地 道地的时候四种智慧的后得 又出现四种不退转向 这四种不退转向 首先他通达了万法无有自行的时候 布施 持戒 安忍 精进禅定智慧 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 通达这些的时候 那么他的违品 包括临时 破戒 嗔恨 难度和散乱 六波罗蜜多的这些违品 六波罗蜜多的违品 他都不会特意地去执着他 特意地去说他 特意地再三地去依靠他 所以他这个颂词当中 前面的两句 还有破比所以处 这以上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违品和这些 不会特意地去执着他 已经破除了 对这些法违品的执着和想 没有了 我们经常说布施的违品是什么 持戒的违品是什么 我们还是很高兴的 啊 是这样讲的 但实际上真正不退传菩萨多 他就不会讲这些 也不会执着这些 因为他没有这些 已经获得了境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不得乘虚法 那么他已经误导了 生命解脱的道理的时候 在声音当中了不可得 连汉茂虚的这种法也得不到的 但是在厚德的时候 他精进修法 相关讲义当中也这样讲 非常精进地 不断地 恒常地去修行 虽然在世俗当中 道法和过法的一切都得不到的 但世俗当中 他不断地精进 会不会退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不退传相 第三个不退传相 安住善地中 欲知确定地 也就是说 他已经证悟了 极知 道知 编知 辩知的 自地的一切的法 都真心无悦 并且他完全对该地的所有基道果 都没有怀疑 都确信无悦 因为到一地菩萨的时候 对整个基道果的这些万法 完全通达了他甚深的意义 所以却不会有什么怀疑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就没有的 因此他这里 这是不退传的相 那么最后一个相 违法舍生命 也就是说 为了获得正法 为了获得以辩知为主的 大乘的 究竟一乘的法门 他不管是听也好 不管是讲也好 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 但不会舍弃佛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应该要知道 这个一地菩萨 不退转向当中 不舍佛法 在相关诸数当中都讲 为了听闻或者传讲佛法 甚至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 从这个当中可以发现到 我们并不是已经有了一定境界的时候 现在不用闻思修行 哎呀 放下来了 我们有些法师都是 现在已经当了法师了 再也不用听课了 其实这不是个好事 只不过这是一个学位 比如说我们小学毕业了 但是他还要不断地去学 因此千万不要有自己一种满足感 我们应该活到了 学到了 不仅是今生当中还要学 发愿乃至生生世世 我们都要学习佛法 都要修学佛法 需要这样的一种发愿 因此佛法求学的重要性 甚至第一地菩萨的 不退转向当中也是有 如果一个人真正是为了佛法 他宁愿舍弃自己最珍贵的生命 也愿意的 这说明的确他还是 获得了非常好的境界 因此虽然现在在座 不一定是获得了一地的退转向 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应该 解脱自相续的佛法在所有的工作当中 所有的事情当中 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 那就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处理 其实很多人 有些说我特别忙 有些说我特别累 有些说我根本没办法的 但实际上关键在于你的心 如果你心有这个毅力 很多事情都是你完全可以接受 现在我们听课也好 讲课也好 很多事情有些人说 不行啊 我事情太多了 我事情太多 太忙了 这些人不知道 其实这一方面我们相信 但另一方面自己的心态很重要 如果你心态真的对佛法 非常有坚定的信心 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操作的 因此以后的生命当中 希望我们对闻思修行的确也不能放弃 这就是上面讲到了十六种相 也就是说 虽然它是智慧无相的一种 如定的功德外面的一种表象 但是通过外面的生育意的 不推转的相 也可以推着这位菩萨 实际上是不推转相 最后有一个摄意 持十六刹来 施主见到位 智者不推向 上面所讲到的十六种相 苦极灭道 中国有十六种能力 这个作为可以用推断的因 最后我们的理由可以讲 然后他来推什么呢 我们住在见到位的 这位智者菩萨 这个我们可以说是愚智法 那么最后他要我们推出什么呢 那么这位菩萨肯定是不推转的 不管是别人也好 自己也好 哦 这位某某人 他肯定是不推转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具足者十六种 不推转相 是不是不推转者呢 是不推转者 这是佛陀宣说的 而且的确也是 这些相具足的话 我们也可以 虽然我们没有其他的智慧来 现见他相续当中的这些 见到发心苦极灭道的本性 这样都见不到 但是通过这种智慧也可以推转 我们有时候人的行为 人的一些言语 人的一些事业 很多方面来推出 这个不管怎么样 肯定是了不起的 这个人因为他的行为 一直在任何场合当中都是相当如法的 不仅仅是 如果是假装的话 我们刚开始假装的人 经常也看得到的 上课的时候都是不说话 一直闭关 但是过一会儿 他要么睡错了 要么开始产生分别念 东看西看 所以假装的很多行为 一下子就松开了 但有些不是假装的 完全他的行为可以给别人暂时 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不推转 即使你不是真正的不对转 但是现在靠近就不退转 真正对圣侦还是不愿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在这方面 在功德方面 大家都是努力 这也是我们解脱的方向 也是努力的方向 好像就讲到这里吧 这也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是一切都会 跟我们一起去做的 我们的主题是一切都会 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一切都会 我们的主题是一切都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